我们现在来到了月亮湾 真是太漂亮了 你看下面都是碧绿色的 如果到六月份的时候 听说这里会变成翡翠的颜色 你看对面 表哥跟我讲的话 就是曾经四汗在这里留下了两个脚印 到再暖和一点的时候 就可以看得清楚 这里的松果它比较窄 比较细 而且它很密 它一层一层的 我要装回去 这里的木都是很紧实的 这还有很多游客在上面做的标记 如果夏天水就从我这里流过来 在我脚下流到河里面去 我觉得这里还是应该找一条拐杖 我们去找一条拐杖 哦 不行 找一条拐杖就这么难吗 要放弃啦 出来旅游最重要的是安全 安全第一 看一下这树 看一下听一下这声音 得几百岁啊 我们看到前面 水已经把路给封住了 本来我们还要走到下面的月亮湾去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月亮湾的水是都会的清澈 听说下面还会有水下森林 这是经过科学家考察的 你看我们的台阶都是木的 但是上面都会很紧密的 造了一个铁丝网可以防滑 到这里我们已经下不去了 只能远远的观看这些景色 好想大喊一声 走吧 我们上去咯 我看到这地上的松果更加紧密 你看完全没有缝隙了 看我找到了一条别人用过的拐杖 太适合我了 好漂亮这个树 探寻最有意思的旅行瞬间 请关注最有感觉